只有我能够拥有这些 我应该要拥有这些的贪婪心 最终会导致自心的损害 害心是只有造就了我的好处 我一个人得到离苦的结果就好了 其他人我根本一律不管 把别人当成牺牲的筹码 这个也是害心 然后愚痴是认为 这一切都只要我一个人能够造就幸福 一切都只要顾好自身 就是一种邪见 就是一种无明心 这种无明心就需要 从清静的角度去看待它 以静观的角度去看待它 如此看待 以清静见而看待不清静法的时候 晓得说原来三毒烦恼的本质 原来这些颠倒念的本质 它的自信是清静的 所以需要改变是自身 从自身方面去加以下手 着手去改变 所以三面耶诗言当中 很重要的就是 关清静见 另外一个就是 在清静见的基础之上 要关慈悲心 要关慈悲心 当我们以清静见来看待 外在的世间的时候 比如说男众看女众 应当把它看成是自尊度母 女众看男众 也应当把它看成是自尊圣观音 无论如何看待 一切男性都是观音 一切女性都是度母的本质 内心当中怀有慈悲心 当烦恼以及相关的烦 升起的时候 要了解它仅仅只是 暂时课程性的 它是暂时性的 那么就像是 我们在皈依的时候 在《别解脱界教法》当中 提到了 凡是一切 已经受了皈依戒者 他就已经具备了 生邪的身份 进一步的 我们应该看待 整个世间的 所有宗教 以及他们的信仰者 都具有生邪的意义 所有的众生都是父母 所有的众生 既然都是父母 都曾经饶育过自己 那他们绝对都只是 我们心生慈悲的对象 为此而已 并没有其他 生起称心烦恼的 任何的可能性 如此看待众生 以广大的清净心 跟慈悲心 看待他们的时候 我们的心量就广大了 我们的心就感到幸福了 最终由我们的心 创造了清净的差度 以上我们灌顶就圆满了 当然灌顶的本尊法门 有非常多 如同前面所说的 但这一切的本尊法门 都容纳了 在今天所讲的五种佛部当中 而五种佛部 又完全可以容纳在佛的身与义 三密的功德当中 所以这些教法的意义 我们需要去了解它 这件事非常重要的 在今天的课程当中 尽可能的 就自己所知 跟大家做了介绍 如果大家还有不懂的地方 在座有许多的上师 善知师们 请大家尽可能的 去向他们请教 我说 你不知道 你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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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佑ימ和平常认识和平常认识 他和平常认识宅 正我看你们这些人 就是 отв闭老胆的 一把킨端端爪製爹 deer healthcare 往後干 bullse和生产拍攝通知业 las柄 AND 龐治之爹 迎天acing so coach 及词 之 这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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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s 你 有 不就想设 restrictions 不太容易 我们说到这些人是无论的 这些人是无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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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讲一下 待会上来 领受灌顶的时候 请大众口诵 南无阿弥陀佛 灌顶的三面业方面 如同前面所说的 就是平常应当要好好的 在在观修慈心跟悲心 当然一开始要 圆一切等虚空的众生 为对境 去修慈悲心的话 有一定的难度 而且我们要真正的 身体深切的感受 也有一定的困难 但是有三个对境 是你非得 要先开始修慈悲心的 首先是自己的生生父母 再来是自己的师长 再来是自己身处的国家 因为首先第一个是 应该要 意念父母的恩德 假使没有自己的生生父母 今生不会得到 下满难得的人生 也就不能够成就一切 如果没有师长 我们不可能 有任何的功德学问 因此要意念师长的恩德 假使没有国家 我们在各种生活条件方面 将会非常的困顿 许多事情都是透过国家的保护 跟国家的协助 在国家的运作之下 我们才能够过上安宁的生活 在太平盛世的社会当中 尤其是如此的 所以我们可以从自己的国家 自己所处的环境 开始发展自己的慈悲心 更大的程度 来自于整个世界 你都能够用慈悲心以待的话 那么你就将这个世界 转化成为清静的岔土了 就像是护主几天宋公尊者所说的 如果能够怀有悲心来看待这个世界 看待自己所处的环境 跟自己的国家的话 对自己的国家有爱 自然的我们会心存自律 然后这一切 生生父母也好 自己的师长也好 国家也好 就成为了我们护持自己的 菩提心的助办力量 所以应该无论如何 要从意念这三方面的恩德做起 然后逐渐的扩展自己的慈悲心 乃至于广集一切的众生 要这样子去做熏修 那么今天的灌顶就到这边圆满 待会大家依次上来领受 上师灌顶的时候 就边念诵 南无阿弥陀佛 一次的在义工的引导之下 上来接受 同样的我们是请出家众先的 麻烦义工师兄引导 第二代 二鸟 二鸟 一周 二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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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已经投胎两次 被我儿子杀了 我最爱的儿子 现在你又要来杀我 你吃我倒没关系 只是我被杀很苦很苦 怎么办 舍利佛听到了 那只牛在苦 所以我们中国人讲 牛在靠不在照 只是你不知道他讲什么 舍利佛有神通知道 牛好可怜 所以这只牛要脱去杀的时候 舍利佛就告诉这个有钱人 这只牛在哭你没看见 我说有啊牛都会哭的 然后他刚刚在讲话 你不知道我翻译给你听 他说儿子你已经杀我两次了 好痛苦啊 你吃我我甘愿 但是真的是太痛苦 怎么办 这个人一听真的还假的 看那只牛的眼睛 被他爸爸的眼睛 哎呀当下的抱了这只牛哭啊 然后舍利佛就把这个因果讲给他 你爸爸为了爱你造了很多恶业啊 现在还堕胎做牛啊 老白欠不怕坐啊 给你那么多你还要吃它啊 所以这个人因缘到了 所以各位我为什么劝各位多供养出家人 你供养出家人哪一天里面就有 阿罗汉就有菩萨 因缘成熟的时候 他就会来给你讲这个事情 如果这个人没有这个因缘 他就没机会啊 所以舍利佛一讲以后 哎呀他就很忏悔 我就把菩萨牛了 把这个牛养在家里啊 他爸爸啊 就这样很认真地学习佛法了 牛也得度了 所以这个是佛经里面的故事 所以讲到这个地方 还是要劝各位哦 五汤吃五肉好不好啊 话不来哦 欢迎订阅我的路 大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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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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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YK